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 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婚芽 你好我是于秋雨 欢迎收听秋雨书院必修课程 大家好我是于秋雨 我继续讲昨天没讲完的课 耶律楚才 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 他作为一个监通辱学和佛学的知识分子 他是辅助着陈济思汉远征 渐渐发现你自己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 但是这个实在是战争的逻辑决定的 战争一旦开启就非常容易失控 表面上一切都由统帅控制着 但统帅也已经被战争的逻辑所左右 陈济思汉也不例外 比如就以这次战争来说吧 陈济思汉他一开始是为了学耻 为了学耻就要找对方花子某国的国王 那一路上必定要消灭一切敢于阻挡和反抗的力量 终于追到了首都 国王已经逃走了 那么还必须要追下去 后来听说国王已经死在一个岛上了 又安排了他的继位者 既然有继位者 那还要追 所以不断的追追追 在追赶的过程当中 由于不愿意分出力量来管理已经战争的城市 那他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毁城 图城 而且越来越残酷 在这个战争逻辑当中呢 还包含着不少主观的成分 那就是陈济思汉在战争当中 学会了战争 觉得自己越来越精通打仗了 因此把战争当作了一个 节节攀升的自我竞赛和自我享受 这呢又变成了一种无法终止的强大的动力 这种规则啊 不管是战争的外部规则 还是战争的内部规则 我把它说成是逻辑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那些战神 像大刘士 亚历山大 凯撒 都遇到过这种停不下来的战争逻辑 只不过陈济思汉遇到的更大 他在规模上 也超过了以前任何战争 对于这个过程呢 叶利楚才越来越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从一些诗中 慢慢的表达出自己的不适应 成最不愉快 譬如当成吉思汉的部队 终于攻下了花勒兹摩国的首都 当时被称为和中府 也就是亚洲最富裕最繁华的名城 撒马尔汉之后 他到城里边一看 不能不惊呆了 他写了一首诗 很通俗我读一下 寂寞和中府 声明昔日文 城墙脸田沟 市井半秋坟 大家听懂没有 就一座世界的名城 城里边 大半已经成了墓地 市井半秋坟 这对于一个文化程度那么高的 耶路主才 他怎么容忍得了呢 所以他越来越多的诗 是以寂寞两个字开头 我们可以想见 他一路上 在战胜者的队伍里边 越来越孤独的心境 而且他开始质疑 我们这个万里西征 到底有必要吗 他又写诗 西行万语里 谁未来粮土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西行万语里 谁说这是一个良好的谋略 他又写道 四海从来借弟兄 西行随父探行成 你看 他已经把 孔子在伦里边所说的 四海之内借兄弟也 作为反问的基点 四海之内不是兄弟吗 我们这样西行 我们不能不要感叹 这个行程到底对不对 基于这样的疑问 他在西行的队伍当中 不断地盼望着能够东归 他写诗写道 春燕楼边三两生 冬天回首 望归城 天兵几日归冬雀 万国欢声和太平 可见他的思想 已经和战争逻辑背道而驰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济史汉听从一个汉族官员的推荐 决定邀请中国当时 道教里边全宗教的掌门人 邱楚姬 山邱的邱 处里的处 姬 鸡回的姬 邱楚姬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长春真人 来到军中 传授藏生之道和治国之道 因为一路胜利 陈济史汉就两件事要担忧 胜利以后 怎么来治理国家 要治理国家 身体必须好 必须要藏生 问谁呢 有个汉族的官员推荐 说现在有一个非常了不得的 道家高人 年纪很大了 我们一定要把他请来 当时邱楚姬呢 在山东 已经七十多岁了 德高望重的辈分了 耶律鼠才也很希望他能够来 来了以后 凭着邱楚姬的年龄 我们一起来劝陈济史汉 把战争规模缩小 早一点回到东边去 这多好呢 但是邱楚姬那么大的年龄 光靠一个指令 我想他未必能来 他找个借口说身体不好 就可能不来了 所以耶律鼠才代表陈济史汉 写了一封非常诚恳而有学问的诏书 想办法让邱楚姬一看就感动 我找到了耶律鼠才 起草了这份诏书 读了一下果然不凡 他写的是漂亮的文言 为了讲课的需要 我把其中的一段翻译成口语 他代表陈济史汉对邱楚姬说 您的大家如果从山东棚来出发 那也就能够一有西天的佛果 像当年达摩来到东方 带来了可疑传心的经典 老子去了西方 教化了胡人而成道 你这一路过来虽然不近 但是只要远远的望一望 他们行走的墓葬 也就不会觉得太远了 你看这份诏书写的多好 他把邱楚姬的西行和传道连在一起 和老子和达摩连在一起 这难道能不会让邱楚姬这位 道家的大师不动心吗 他一定动心 于是就像我们想象的一样 邱楚姬这位古兮老人 果然手持墓葬上路了 路实在太远 尽管有人陪同 但是也是走了太久太久了 他走了整整四年 终于到了撒马尔汗 那个时候成吉思汗呢 已经渡过了西边的安门河去打仗了 指令耶律楚财 在撒马尔汗陪陪邱楚姬 来等一等他回来 这个时候呢 就让两位文化大师 有了很长时间的深入的交谈 请大家注意啊 我前面讲过 耶律楚财 他所立足的是 鲁学和佛学 邱楚财立足的是道家学术 因此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思维结构 就在成吉思汗的银房边 高浓度的组合了 一种大文化 以这样的方式 直接面对仍然史上最大的战神 这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在别的文化当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邱楚财 终于在耶律楚财的陪同下 见到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一见邱楚财 如此高龄还行舟万里 行舟万里以后 居然还保持着童言鹤发 他就对长生产生的信心 所以一开口就问 邱楚财长生之道 周围的人还以为 邱楚财有可能奉上灵丹妙药 没想到邱楚财在回到长生之道的时候 自说了平平淡淡四个字 清心寡欲 邱楚财没有奉迎 坦诚地道破了长生之道的根本 这在成吉思汗面前 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的 但是成吉思汗听了以后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是深深地点头 可见他也是一个高明的问道之人 从此以后 两个人经常见面 话题也慢慢地脱开了 当时成吉思汗还处于 西征的激烈的战斗当中 邱楚财已经从 业里处财的口中知道了 战争的残酷的情景 所以在交谈的时候 就劝成吉思汗 一定要注意 不能自好杀人 成吉思汗点头 但是他问的最多的问题是 那到天下以后应该怎么治理 邱楚财的回答非常明确 四个字 敬天爱明 正吉思汗点头 敬天爱明 是邱楚财和耶律楚财 不约尔童的主杂 耶律楚财虽然精通 鲁学和佛学 但是他又对 鲁佛两家不太关心的天文立法 占博气候 有深入研究 可见他已经比较早地进入 道家敬天的范畴 现在和邱楚财一直是常谈以后呢 他就更系统地懂得了天道学术 因此敬天爱明 这个概念是他们两人融入了 辱佛道三大思想体系以后 对陈吉思汗做出的郑重的文化提示 因此 陈吉思汗从他们两人身上 得到了几句最简单 也最重要的几个字 那就是清行寡欲 减少屠杀 敬天爱明 陈吉思汗一再地说 邱楚财和耶律楚财 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 后来 陈吉思汗和邱楚财 同一年去世 陈吉思汗在去世前一个月 还下达赵苏 三个字 不杀略 不搞天下 略就是抢略的略 略夺的略 不再杀略 当然 在强大的战争逻辑面前 要真正地做到不杀略 非常艰难 连他自己一时也做不到 总觉得 这个战争打完以后再做吧 那当然更不必要说 他的部下和后代了 但是 他毕竟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态度 而且 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的态度 由此证明 儒家 佛家 道家的文化 对他还是起了作用 中国的文化 对历史 起了很大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